好在这一边呢我要讲解 total distance travel in the first and second 跟distance travel during the end second的差别 首先我有sd.nit square-8t加15 然后他现在问的是total distance travel in the first 9 second 他要的是first 9 second 跟distance travel during the 9 second 第九分钟 so b的这个其实会比较简单 如果你明白它是什么意思的话 我的这个distance就是我的第9秒的displacement 点掉第8秒的displacement ok the modulus start so我的第9秒的displacement 会是9square-8乘9加15 ok整个在减掉那个8square-8乘8加15 ok所以它会变成呢 ok我们在我们的计算机这一边 我就有key in的这个东西 就是我有alpha x square 然后-8alpha x加15 然后我clc我放9 我拿到的是24 所以9981-8972 ok 拿到的是99加15 24 所以它是24 所以我们知道它是24-15 ok我的24-15的情况之下其实是9 它其实是modulus9 然后也是9units ok好 然后在这一边呢 我要total distance travel in the 9 seconds 这个时候我就要看它有没有转头 首先 我们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它有两种方法来做 第一种方法呢 你可以先用那个table 来做这个东西 就是说你看我的mode 然后第6table 然后我在这一边按alpha x square-8alpha x 然后加15 然后start from 0 然后去到第9秒 然后它相差1的话 你可以看到它从15去到8去到3去到0 去到-1 再回头0 然后3 8 15 24 这样的一种东西 ok 所以如果我自己本身把这个graph 大概上block出来的情况之下呢 它的那个graph呢 其实是这样 就是说 我的这个graph呢 它大概是15去到这一边 ok 在这一边的时候 0的时候它是15 然后它在9的时候是24 ok 9的时候它是24 然后在这一边跟这一边的时候 它是0 ok 什么时候是0 它是在 呃 那一个 呃 减 减 就是说它是在那个 减1 没有3跟5的时候它是0 ok 3跟5的时候是0 那边4的时候它最低的是减1 ok 所以我们知道它这一个是我的这个 呃 t跟s的那个graph 然后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 我们可以知道就是说它在这一边的时候它转头 ok so这个时候呢 我再来做那个v vt的graph v是d vt 所以它就会变成2t减8 so它转头的时候呢 就会是我的v 所以我的2t减8 等于0的时候 我的t会是等于4 然后t等于4的时候就是说它在第4秒的时候转头 so我们就在这一边知道就是说我的s of 0呢 就是0 就是0 square减8乘0加15 然后我拿到15 我的s of 4的话呢 是4 square减8乘4加15 然后我拿到的是那个-1 然后我的s of 9的情况之下 它会变成9 square of-8乘9加15 然后我拿到的是24 so它的那个graph呢 其实是这样的 0到15 然后还有这一边是24 然后这边-1 它一开始的时候是在这一边 然后它过来来到这一边 然后过后它又回来来到这一边 ok 所以在这一个的时候 我的t是等于10 这一个是我t等于9 这一个是我t等于0的时候 所以我的那个total distance travel的时候呢 是15加1再加1再加24 所以我这一边有25 40 41 所以它是41 unit ok 然后如果我现在要的是 那个做integration的情况之下呢 我们知道我的那个s呢 其实是integrate 然后它从那个vvdt嘛 integrate vdt 所以它是integrate 我的v 我的v 我的v刚刚是什么呢 2t-8 ok 2t-8dt ok so我的distance travel的时候呢 它转头 它在第4秒转头嘛 所以我0到4 2t-8dt 然后再加4到9 然后2t-8dt so我们可以用我们的那个计算机来按 ok 我们用我们计算机来按 我按mode 1 然后过后呢 我就有integration 2t-8 x-8 然后它从0到4 它拿到的是-16 ok 然后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们加多一个modulus 所以它是modulus -16 然后是16 然后接着呢 如果我们在这一边的时候 这个我退回 然后我拿到的其实是从4到9的情况之下 我拿到的是25 所以它这一个会是加25 所以答案是41 所以看分手方的这个41是一样的 为什么它这一个是-16呢 你可以看到就是说 我们猜在这一边它从15来到这一边的时候 它总共走了16个unit ok 为什么是16呢 是15加1嘛 然后过后呢 我从这一边去到这一边的时候呢 它是1加24 等于25 所以它的这个16跟25的意思 其实是这样的 然后但是事实上呢 我已经有 sd的functional的情况之下 我应该不会再去做integration 这样的一种方式了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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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